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甲城里面的国际局势呢 顾名思义东方是在节期的时候 而且东方它是当令的时候 所以西方它又二五交加 所以是非常多事之秋 所以全世界都是在等于一个 战乱枕洞的一个状态 而且明年甲城年有很多的地震 跟火灾会发生 而且这个地震火灾是 曾经了的二四十年二三十年的火山 它都会爆发出来在甲城年的时候 我们就以东西方来做一个议策 东方也就是所谓的中国 它是在当令的天使里面 那所谓西方它是在退弃的一个天使里面 那所谓东升西成就是这样来的 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方面 无论是经济战也好 科技战也好 在2024年它不会停止的 而且还会波动更加的快 而且这次的火气还更大 所以大家做投资的呢 要跟什么团队 跟什么方向 大家心里一定有一个数 东南亚方面呢 我们是属于整个地球的南方 那顾名思义 南嘛 也就是符合了这个天使的九韵 那我们东南亚将会慢慢的旺上来 旺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做事就比较顺 反而东西方它们在叫做两项相争嘛 那有利于我们的南方 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懂你的方向对嘛 那南方就是在我们东南亚 从中国啊 缅甸啊 柬埔寨啊 泰国到马来西亚 这一条龙叫做火龙 也就是梨龙 它将会崛起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把握了商机 大家做生意是不是赚得满满的 好 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些分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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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